歡迎光臨 市府長你好 我們選出來的名代最基層的就是應該是里長吧 對 里長還有鄉定期的代表 對 但是我感覺里長是最技術的最知道的 地方一般的民情 最接地氣啦 對 最接地氣就是他們 老實說他們如果最艱苦就是他們 家裡的不管是有犀鳥處 還是有任何的任何事情 老公 老公 老公都找到里長 所有的任何事情都找到里長 對 所以有很多基層的里長都有給他翻譯 他說里長有時候做到什麼事 但是呢 如果有一點點的事情 他們在那裡有很大的決定 他給我建議說是不是可以 里長如果可以 做五年以上 把它列入 像好像公務員一樣 因為他也是這個 對 退油金嘛 對 對 委員要再 我知道啦 不是 我跟你說 五年以上 你不說一次就不會 這是不可能 你現在最記載 五年以上 就是已經超過二十年以上 他也是贏政府的錢 你知道嗎 所以 因為你剛才反映的就是 像他們做到今天 做一四人就做里長 有超過五年 有做三十幾年 對 所以說 是不是這個可以 收一個法 讓他們 五年以上 沒有任何的出差 做的 可以列入公務員 退休金 按照 處理都可以 我給委員報告 對 現在理長的定位 他到底是民意代表 還是機關的收場 所以這就是重要 就是 借在中間 好像又是機關首長 有姨子 又有姨子 但是 他又好像是明代 對 所以 正義正部 現在要立起這個 正經 這又堅持到 我們有錢的事情 剛剛 我 頂到委員 來這順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 看看有沒有什麼 好的方法 還是需要我們提案 或者怎麼樣子 看看怎麼樣 因為這個機材 真的老實說 他們做一四人 做到那些多事情 你說 算不算 不算 拿錢 補償都沒有 這真的有時候 我跟委員報告說 因為我們都做了 我也做了明台 所以我知道 對 現在就是 那個定位的問題 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可以有這個定位的問題 看我們內政部可以想一下子 或是需要我們委員 這邊也來大家互相商量一下 其實 民政書 他去看一下怎麼 這 這可是 認真說 最好都是錢的問題 當然 可是 不要說 提供錢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 國家是 需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 所以 我記得在去年 所以我們現在 現階段中 先給他們保險 譬如說 上海險 我們先給他們保 有團體選 這部分 因為理事長 又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說 喔 讓他們可以這樣 他們的錢是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說 喔 你中央把我們公開 我們出錢 會變成這樣 對啦 現在他當然要求 中央說 錢你怎麼中央要出貨 你說的 這個問題 當然很多啦 對啊 但是基層 有時候我們也要替他 考慮這些問題 已經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基層的這些理想 都跟我反映 你 給他歡迎 其實這種問題 如果我們是可以 想一個好的 譬如說五年以上 才來去處理 這一喝兩喝就沒有了 不可能 這要做久 為民法無限的久 也是應該稍微獎勵一下 應該也可以 看有什麼優惠的 或是什麼條件 都可以 你知道嗎 這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讓我們民政書來 研究一下 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如果需要我們 立法委員 怎麼到三天的 也是可以 看這邊按照處理 我跟委員報告說 其實 現在我在這裡 說這樣馬上代行 那是很困難 那是很困難 我沒有說 你一定要代行 但是大家給我最研究 看看我可以 不是 這是最基山 而且要代行去 是說 這個基山的這裡 一四人奉獻所有的佩市 因為我剛才都有做二十幾年 三個年 那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你如果說一兩次 那就不用去考慮 這我了解 五次以上 因為二十年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可以去考慮看看 好不好 好